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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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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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说的话 我感觉桂圆 真的是到了秋天的时候 一日三餐 最好都不要离开它 多多地把这个气血 往我们的脸上 就像铺塞红一样 多铺一些 但好像这个桂圆 我们吃起来口感是甜的 那它里面也有很多的多糖 其实糖这么甜 它最大的含量的成分 是蔗糖 蔗糖的含量 占到它这个果肉的 60%以上 这个蔗糖是个双糖 它是一分子的葡萄糖 和一分子的果糖 连接的糖叫蔗糖 那么蔗糖是它含量最高的 除糖以外 它还有黄酮 黄酮类化酷 它也比较丰富 分腔级比较多 所以它有很好的 抗氧化的作用 对 如果要是有 抗氧化的作用的话 那自然可以防衰老 它就是对这个 自由基的损伤 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多糖 也有这方面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说 它一个特殊的地方 它含铁量也比较高 由于它含铁 对 它有一定的 促进血红蛋白的 增长的作用 所以从这个糖 本身折糖 在咱们中医临床里面 也是一个活血 养血的一个东西 咱们产后一般 要吃点红糖 其实红糖当中 主要的成分也是折糖 对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 都是说不定这个 龙眼肉 有一定的补养器血 有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现在可能 对于很多的 女性朋友们来说 一方面要承担 家庭的重担 另外一方面 在职场上 工作上 咱们也不能落后 可能承受了 各方面的压力 就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 这个心理呢 可能一时 有一些抑郁的情绪 难以纾解 就很有可能会 影响到晚上睡眠 说实在的 我总会觉得 如果要是一个人 睡不好的话 那个气色 真的是很难好起来 没错 所以睡不好 是不是也会影响 新的那个气血的滋养 对的 那首先我们先看 现在确实在我们门阵里面 很多这类的女性 第一个 确实是叫职场精英 然后大概也是三四十岁的那些人 所以我就觉得 她们有一种叫 生成不足 然后耗损过多 这两个特质 那这种生成不足 大部分是什么呢 第一个女性 忙了之后 经常吃东西 第一个 不规律 第二个 又为了保持这个体型 总体要控制饮食 第三个 紧张了 没胃口了 所以她整个就是吸入减少 第二个就是耗损过多 由于室内过度 透支过度 所以她会透支出去 所以这种人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就开始睡不着了 所以睡不着 我就说 你身体的稳定性 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失眠 她只是给一个表达给你 向你求救 对 我不好了 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我的状态 对 所以说睡不好 就是心气心血不足的 一个外在的表达的信号 那另外有些人简单点 吃点安眠药吧 我就熬过去了 好 吃着吃着 怎么感觉 脸色又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睡眠不好 气色又越来越差 那种人除了睡不好 脸色不好 经常你去跟她握手的时候 手似凉的 好 同时慢慢月经 也开始量要少了 头发也没有那么好了 这个时候才来 去找到医生 说我那么多问题 你能不能给我 解决 这都是气血不足了 足的一个综合的表现 其实你每天工作也非常忙 我每天只有睡眠 大概五到六个小时 对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出差 像这一次 秋天要从广州飞到北京 从机场赶到我们这个山脚下 其实路途也挺远的 其实加起来差不多八个小时 是啊 就是很奔波 很劳累 但是我觉得每次看您 怎么会感觉到 您不光是脸上很有光彩 而且那个精气神 真的是从内往外 就从头底上蹭蹭蹭 我会冒的那种 真的很羡慕您 所以您一定有很多保养的秘籍 其实我也可以推荐大家一个 叫玉林糕 玉林糕 对 它是清代一家王孟英 随私居隐私铺里面所提出的 它就是用桂圆加西岸参 然后按十比一的比例顿制而成 然后它比较方便 你每天一勺两勺开水冲服 然后早上喝其实是最好的 不要晚上喝 因为里面有些样声不仅适合提气左右 所以它还是适合早上起来的时候喝 然后特别对那些晚上容易睡得浅 一有声音就容易惊醒 就是心神不稳的 所以就会容易被咬动起来 所以就可以吃玉林糕 对 那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气色也慢慢变得越来越好 那首先睡好了 肯定的 所以它产生了这种心血不足加心阴气不足 所以我们用西洋参它能清虚火而生精液的作用 所以配合起来就不那么一上火了 这个方法真的是挺好的 你看如果要是秋天过了之后 可能也不太容易能够买到新鲜的桂圆肉了 但是咱们现在的加工工艺太多了 可以让我们吃到桂圆肝 是的 你看我面前有三色桂圆肝 这个偏浅一点 偏淡黄一点 对 这种是囊状的 像一个囊 它趁先剥完了之后直接用个小刀把它挖下来 就取它的肉 取它肉之后放烘香里头低温烘肝 低温烘肝 它的加热的温度不是那么高 所以它这个色素类成分的氧化不那么明显 所以加工出来就比较透亮一些 我家是这种 我不太愿意买这种深色的 我总觉得这是不是老了 对 这种其实第一个就是和加工的温度有关 第二个和储存的时间有关 第三 我办公室就有一罐 这种最早买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的 结果放在那儿太阳光暴晒 我这个窗户潮汐 对 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颜色越来越深 所以它这个颜色深其实是和表面 就是和内在成分 尤其是一些色素类成分氧化加深过来的 那品质相对好一点的是这个 颜色较浅的 这种趁鲜的会比较好一点 它保持它原有的味道更浓郁些 上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 请到了大厨给我们做龙眼肉的菜 那我们这次再给它改良一下好不好 你想不想学一学 也想 好吧 一起享受美食 或许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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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去的颜色 我们就在干嘛 有些小那个 食品 画铁锅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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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锅 咯咯咯 咯咻咻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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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準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欢迎收看由 以领药业莲花清温胶囊 赞助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刚刚品尝完桂圆 那第二个 我们为了帮助大家 改善气色的食材 那给大家推荐的是山药了 今天说实话 我们选择的是 市场上品质最好的一款山药 这选对了吧 湛老师 对的 山药其实品种很多 咱们在市场上 其实经常可以看到两三种 第一种是特别大的 粗的 它的特点是 切了之后含水量高 比较脆 适合在蒜火锅 或者青草的时候 炒菜的时候吃 它和黑木耳经常一起炒 那个叫脆 那叫白玉山药 白玉山药 白玉山药就是含水量高 粗壮 所以这个是咱们在市场上 比较常见的一种 第二种是咱们眼前摆的这一种 这种叫铁棍山药 为什么叫铁棍呢 它质地比较硬 手捏一般捏不碎 比较 质地比较硬 这个是河南郊座这个地方 种植的最为知名 又叫淮山药 淮山药专指的是铁棍 但当地的种植方法有好几种 我专门去郊座地区去跑过一遍 去看过实地怎么种的 种山药需要把这个土生挖 生根 因为山药在种的过程当中 遇到阻力会有分岔 像一个手掌一样 所以必须帮土给松了 但是这个土如果过松 它就一直往下长 长得很圆柳 它就质地就比较不那么坚实 所以为了既不让它长成手爪样 又不让它长得过于松 所以这个土一般需要选卤土 这个土的 要粘 对了 卤土和沙土来比的 它就粘性更强 晚晚之后在这样一种 土硬适中的地方去种这个山药 由于受到阻力 所以这个铁棍山药 你看到它不是那么圆 对吧 它有一定的扭曲度 对 它不是那么的直 所以这种呢 既有硬度又不至于长分叉 所以它的质地就比较面 所以它在炖汤的时候 你吃的口感就比较好 为什么我们觉得山药 也可以对气色好 首先是从它入脾胃 而且它性贫 它补起脾胃来 还不燥 也不温 所以上午餐可以一段两段 也可以晚餐的时候 刚好炖汤的时候放一点 性贫的东西又补益的东西 医生是最喜欢的 对 它一打起来 适应性广 瘦众多 所以我们也说 它价格现在也下来了 没有开始那么贵了 所以我们叫平民化的补品 就老百姓其实在每餐 餐桌上都能够长寿到它 然后也能对我们的脾胃 有补益左右 但我记得以前 好像你也提到 山药主要是补脾气的 对 那我们要想让面色看起来更好 是不是应该更多的补血 那其实我们说气跟血之间就是相互遗传的 脾胃就是像一个轮轴一样 轮轴就是什么 上下气积升降 所以我们说脾气生胃降 说脾气生了胃气降了 你才能吃得下下一顿饭 假如是胃气不降 你吃下一顿的时候感觉到饱了 我不想吃下一顿饭了 没错 所以就是说它补额不躁 而是补脾音补脾气 然后来驱动胃的作用 所以我们叫脾胃为行其经验 所以说它脾好了 胃就更好了 等同于补这个一个脾气 实际上连带的是我们大半个消化系统的工作能力 都得到了提升 然后脾胃的它的气血生化 支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 就会更突出地体现出来 我们的气色自然就会慢慢好起来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女性呢 可能就是为了过度地去追求瘦 这个标准 然后就不吃饭了 结实 然后看起来那个整个的脸色 就是如菜色一般 是发青发绿的 甚至有一些发黑的 所以这样长久肯定是脾胃也会耗伤 气色看起来就会更差了 对吧 我们说饮食入味 油一精气 尚酥于脾 它酥不于肺 刚才您说了 气血生化之源 那它的精华呢 是来自于食物 你都没有食物了 它哪有精气的来源呢 这是第一个 然后脾长期都不劳作了 没有东西给它 它就懒惰了 它的精华也没有到了皮肤 没有到肺 所以肺阻皮毛 所以它皮毛光泽就没有了 头发开始干枯了 脱发了 所以很多结实的女孩 我们门诊也看了很多 开始的时候都感觉很成功 是吗 瘦下来了 对 但是它病发的问题 也慢慢暴露 跟人说不单纯脸色不好 是月经混乱 对 还有就是睡眠不好 对 第三个是情绪极其不稳定 这肱子感觉压力大了 我干不下去了 甚至很多人工作都要停下来 那手摸下去都是两冰冰的 我们一号卖 我说卖戏如湿 是的 精气都没了 精气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说 在这种状态下叫极端的 不健康 而由于节食所带来的 连锁的反应 是的 所以最好就是对于 这些女孩子来说 可以吃一些山药 对 这个是可以当作粮食来吃的 对的 而且吃起来口感也很好 是的 饱腹感也很强 女孩子也想吃点零食的习惯 那把山药就不再让她这种 整体的买回家了 而可以买点山药膏 对 那山药膏第一个松远 特别是刚节食完的女孩子 重新想建立饮食的时候 其实太出招的粮食跟米饭 其实她是受不了的 因为脾胃的韵化力下降了 所以那味膏 它已经是研磨过 然后变得松远 细利 所以它吸收起来负担就不重了 对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 刚才是平性 是吗 它能够入脾胃 然后性平 还有胃肝 又能养脾胃 所以适合于刚这种节食完的 或特别瘦弱 女孩子很多时候 刚重新恢复饮食的时候 吃什么就容易拉什么的 真的 对 对 所以你要可以先吃点山药糕 慢慢慢慢把脾胃建韵起来了 它就可以慢慢再吃点别的主食 别的菜 别的肉 那第三个呢 这种糕可以用蒸的办法 那蒸的办法它最好的什么呢 低油 低盐 对 很健康 很健康 所以它对整个控制饮食 跟对自己的饮食的健康 这种糕点是非常合适的 那我们要是多吃一些山药的话 尤其是吃这个铁棍山药 它里边什么样的物质 也确实是能够帮我们改善面色的呢 从现代的研究来看呢 山药当中最主要的成分 主要是糖类 我说的糖指的大分子的糖 比如说淀粉 它当中淀粉有直炼的 有脂炼的 所以它比较粘 对吧 咱们有的时候刮了之后 容易有一层粘液 其实它和淀粉有关系 它脂炼淀粉就偏粘 第二个它含有多糖 山药多糖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占比量比较大 那么它为什么咱们说山药 说平补三胶 皮肺肾三脏皆补 就是和它当中含有的多糖 有很大的关系 那多糖能够让我们 气色看起来更好 对 因为它调节免疫 多糖是个非常好的 调节免疫的一个 一类型化合物 对 所以免疫好了 整个气血肯定是调和了 所以自然就好了 另外呢 山药当中还有一些 属于皂肝源 属于皂肝类的化合物 它有保养的作用 皂肝是咱们雌激素的母体 真的 对 所以皂肝类化合物 都有类似的作用 像咱们以往可能聊到过 有一些百合科的植物 它有富含皂肝 都有滋润的作用 所以它皂肝是一类化合物 另外它还有尿囊素 尿囊素是润肤化角质的 一个成分 对 咱们可能以前听过 皮科用那个尿囊素 尿素 对 尿素卵膏 有 有 有 对 山药当中也含这个成分 那个吃也行吗 对 内服也观点用 所以它里面也有这个成分 我们原来做药学 测山药当中尿囊素的含量 所以山药当中成分是比较丰富的 对 所以它这多个角度 起到了不耳不俊 和平和 非常好 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 用山药做的甜点 尤其是很多爱美的女性 又这么喜欢吃这个山药 点心和甜品 那咱就给大家推荐一个 甜品组合吧 怎么样 好的 developin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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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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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代药学来说它是挥发油 有一些小分子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表面 稍微放点黄的这个纹理当中 这个其实就是散型棵植物的挥发油 当中的树枝道 有些油屎 它里面富含挥发油 所以你闻到这股浓郁的心香的味道 其实就是 挥发油的味道 对 吥发油的味道 对 这个黄呢还真的是挺明显的 没错 没错 它有点像那个就是树棉轮的那个样子 对 纹理 是的是 伞型棵植物都有这样的特点 咱们在农茫市场买那个炖汤的时候 放点白纸片 白纸 白纸圈胸经常是配在一起 对 在一起 所以这个白纸 川胸 很多伞型棵的 都有这个浓郁的味道 但以前我记得川胸是活血的 是吧 其实 它也能改善我们的面色 它第一个就是上行 这是它的特定 叫引清阳之气上行 而止痛 所以我们中药里面 治疗这个头部的疾病 一个是血须引起的 一个是受风寒引起的 头痛 都可以用到这个川胸 那一个就是湿物汤 是吗 对 另外一个有明显叫 以它名字的叫川胸茶调散 对 血须风寒感冒头痛 就会用到它 所以直上癫顶 它不止直上癫顶 它能下行血汗 心生之血调月经 所以它也能调月经调血 所以我们女性一般惊奇 最容易就是头痛 对 或痛经 或月经量一多之后 人就感觉到心慌头痛失眠 这个川胸的时候就特别有效 所以叫血中之气要 所以我们说小肤疼痛 月经疼痛的时候 也经常会用到这个川胸 那怎么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气色呢 因为它带血而行 它能够把血推动起来了 或是脸部是最丰富的 所以它毛细血管破张了 你的肤色就透亮出来了 所以能够改善我们的血色 那另外肯定这种川胸药 我们经常会合并用药 你可以配丹龟 也可以配红枣 可以配熟地或生地 那它这样血补了 然后气也行了 那气血同行 那就我们的脸色脸部就有光泽 又血色 明白了 但通常来说 就是如果我们的气血没有那么充足的话 对于咱们女性来说 多数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那其实一个情绪 我们说女性最容易就是敏感 就是不管是说开心的事 你一下子开心起来 说你漂亮了 说你好了 表扬了 女性一下子开心起来 其实特别是未婚的女孩子 你就知道她 看她的脸色就知道 最近是在谈恋爱 对 还是失恋了 对 能看出来真的 因为当一个人气机很舒畅 肝气很舒达的时候 肝藏血的力量 肝能输涩的力量 发飞起来了之后 马上那个气血就掉动到脸部去 所以脸色就变得好看了 当一个人受到压抑 受到不开心 受到不公平的时候 脸色就变轻了 变白了 所以她就感觉到 肝气是一种瘀壁的状态 所以气血就会 没有被调控出来 所以她就会感觉 脸清 面白 所以眼神也感觉到 很抑郁 很忧郁的状态 所以要尝脸色好 首先先心情好 没错 这是真的 刚才我们说的山药 桂园 都挺好吃的 对 对吧 你作为食材也好 药材也好 咱能想出好多好多种吃法 但这川胸是不是就只能入药了 那不是的 其实川胸你把它作为一个香料 八角 桂皮 香叶 我们做香料 那其实川胸白子也是香料 特别在炖肉的时候 网东人在炖鱼头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川胸白子 或者有时候会用点甜 所以川胸其实第一个 它能够这种走串 辛香味 它特别能去肉的三味 真的 它能够带动整个药 因为肉汤有时候偏利 但是它带了这个川胸之后 它整个汤 这个气 感觉也活起来了 那不会满汤都是药味吧 是 它的药味会浓郁一点 所以它一般要配浓郁的肉 那一般什么呢 牛羊肉 特别牛肉好 牛肉是什么 它偏补血 所以它会血中之气药 所以你在炖牛肉的时候 加点红枣进去了 生姜进去了 再加点川胸 假如您觉得血虚特别明显 再一点点当归进去 整个汤的浓郁 喝起来之后它能够补气 它本身牛肉有补气的作用 是的 长筋骨的作用 然后加上川胸 行气 活血 和血 然后还能去瘀 所以对于这种血虚血瘀的人 那这个汤特别合适 如果要想更好的改善面色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小方子 或者是经典的方子 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有啊 丹西心坊里面有个叫 月居丸 那是名方 这是名方 对 很多女性可以冲过这个 吃这个中层药 那我们这个方子 其实很简单 但是它覆盖的面很滑 很滑 它叫六瘀 专门治疗六瘀 哪些瘀 气瘀 血瘀 弹瘀 湿瘀 火瘀 食瘀 对 那就是说 所有的瘀感觉都弄起 对 太遗憾了吧 其实那就是这样的 情绪不好 气瘀之后 就导致容易弹湿瘀 对 瘀久了就化火 化火了 然后同时吃进去 脾胃不好 孕化不了 食至瘀节也来 最后全部瘀了之后 血气也不通 就有血瘀 所以它的方子里面你看 首先先解决 气瘀的主要是香腹 对 血瘀的是春雄 然后痰跟湿的瘀 用到是昌足 火瘀用到是什么 资质 最后食瘀的是用神瘀 所以方子其实很简单 但是很多我们说 有些所谓瘀症的人 对 它其实各方面的症状 都有的时候 它就是越矩 就一用下去慢慢调整 那个女士们慢慢能吃了 火也脾气也没那么大 因为其实女性 尤其气血弱了之后 反而是什么 血湿之后容易火瘀 所以很多时候 你单纯给补 补气补血还补不上 还必须配一点像 枝子这一类 除除新火的药进去 就能平衡了 所以很多女性 其实在这个时候 可以吃点这个中层药 最常能够吃多长时间 这个中层药 一般我们就是一到三个月 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应该好好地试一试 很方便 对 还有四五汤当中 是不是也有船胸 就是有船胸 所以它一般要配上血药 对 这样用起来 就比较温和 假如船部 刚才我们说 船部是气药在一起 它的走窜力 就会很厉害 所以我们说真的要养人 一定是气药跟血药 搭在一起 搭在一起 然后就是 叫绵绵不断地 这样去改善身体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 和两位专家又聊到了 如何改善我们的面色的问题 我们也以茶代酒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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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